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FM99.7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这一位 是江苏省昆剧院李鸿良 李老师 老师您好 嘉瑜好 大家好 今天请李老师过来 因为要跟您好好地聊一下丑行 我们也知道您是第25届的中国梅花奖的得主 您是从小进到西校的时候 就是以丑行硬工的 对 我11岁半进入戏校 那么应该讲13岁开始正式确定我的行当 一直到现在 整整38年没有离开过 舞台上就是以昆曲的丑角来演绎 从来也没有变过其他的行当 是 现在也越来越离不开这个行当 因为我想这个行当也是成就了我现在大家能看到的一切吧 是 丑行很多人就觉得说在舞台上就是大家的开心果 但是我看到一些资料上 好像您一开始 其实您对丑行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是吧 对 完全正确 因为我喜欢演舞僧 那个比较威武 对喜欢演这种正面角色 因为这个舞僧老是去打人家的 我们唱丑的基本上人家打我们 这个好像跟我当时的那个年轻的这种 这种心态有点不一样 但是现在学了之后才知道 昆曲的丑角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行当 是所以今天特别就是要请李洪梁老师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丑行 到底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哪些怎么样个性的人物需要用丑角来做扮演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昆曲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行当之分 其实虽然是昆丑它是一个大概念 但是昆曲的丑角其实你要用很简单的语言它分 就是分两个大行 一个是富 一个是丑 富呢 比如像油 火 炉 这个虽然是三个字 其实是三出代表的戏 油店 火桌 炉林 简称叫油 火 炉 这个三出戏都是以富来担当的 那么富呢 演的这个角色都是有文化的 他的这个 读书的 对 读书的 他有一些文化的底蕴的演绎的这种 身份也比较高 像梁桓季当中的曹操 幻沙季当中的这种薄批 都是以富来演的 当然了富演的更多的也有很多的坏人 比如像娇嚣季当中的血状 那个甲祖文 那就是老丑 那真是坏到了很极致的一个坏人 那就是以富来演 那么丑更多的 我认为是社会各个层面的 下层人面的这种小人物 小角色 都是有丑 丑呢特别丰富 而且它没有局限 男女老少 可以讲狮子老虎狗 都有设立到这样的范畴 不光要演男的 还要演女的 还要演女的 对老的 小的 那么这种 那么我想这些舞台上 现在大家喜欢我的这些剧目 也不是自己方面创造的 完全都是我的这些师臣 比如 王氏瑶 王氏瑶 范吉姓 瑶继孙 包括那个王川松先生的儿子 王氏瑶 包括我们尚坤的那个刘一龙 包括我们台湾特别有知名度的 我们大陆的五大郎第一人张继碟 这些老师都是我的授业的恩师 那么我想丑 您刚才说了 它是会在这个剧当中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欢乐 其实在我看来丑不光是这样一个单一的功能 丑更多的是叫无丑不成戏 它是成上起下 它是戏当中的调味品 它也是戏当中更重要的跳进跳出的 可以让这个戏更丰满 更饱满 更有情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行当 是是 对 确实这个无丑不成戏 而且在昆剧里头 我们说三小 小生 小蛋 小丑 对 小花脸 它占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绝对不是牡丹旁边的绿叶而已 对不对 对 昆剧的这个丑角可能跟其他剧种的 包括地方戏的戏剧 羊剧 包括金剧 这个丑肯定不同 不同 因为昆剧的丑角在它的这个昆剧的这个戏的这个结构当中 它就是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而且多力担当的丑角戏特别的多 那么这种戏 它不光是需要精湛的说学逗唱的这种技艺 更重要的 它还要结合当下 比如有很多相声当中叫线挂 我们昆剧当中的叫活口 这种活口 这种活口其实是赋予你昆剧的这种丑角 一种独特的一种表演的一种方法 你要结合得好 比如现在的戏 虽然昆剧它有600年的历史 请问那个600年的昆剧 现在欣赏的是现代的当下人 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 是一个地球村 是一个多元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时代 那么以前开的那些玩笑 现代的人是不可以理解的 以前是文言文 对不对 现在是白话文 包括现在你如何和当下结合 那么我认为 这就是赋予了我们昆剧丑角的特别的一个演剧的使命 这个很有趣 好像在舞台上面其他的角色 都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部分 但是昆剧丑角 他可以做这个所谓的活口 老师跟我们再解释一下活口到底是什么 比如像我的学生那个前伟 在那个南科梦当中 有一个三扎二的这个角色 他跟淳于芬在喝酒的时候 他说到这个酒 他如果今天是在台北演 他说相公这可是好酒 这个酒可是我花了钱买来的金门高粱 那么台湾观众一听说这个符号 因为金门高粱是我们台湾的好酒的一个符号 大家都知道它绝对是好酒 对不对 那它会跟台北当下的观众产生一种共鸣 马上会拉近它的距离 我认为这种就是活口 那么它如果是在我们江苏 你就可以说哎呀是最好的天之兰海之兰 那么就是洋河系列的酒 人家就会马上很贴切 像他如果要到成都 那就可以讲我这个是正宗的武良业 或者是那个古井那个那个那个水井坊 水井坊 大家就特别有共鸣 像这是一个点 我们叫活口 比如我们还有一些哲子戏 像那个战花回汤中的胡楼 我们说到了 哎呀现在这个人很火 他的名字怎么怎么怎么 现在这个人很出名 这个人在当时的临安就是杭州 一批杭州的文人把它评出来 是这个花中之王 到我这儿 我演出我就把它变了 就不这么说了 我说这个事情现在网络微信上都传开了 你怎么会不知道的呢 网络微信 一下子就和当下的生活结在一起了 对结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活口 但是活口不能瞎用 对这个活口是以前就已经规范出来 这个地方可以让演员自由发挥 对 还是说是您自己在台上自己创造出来 不是 这个就是活口的 我们叫有个气口 这个气口是允许你放活口的 不是所有的气口都可以给你放活口 如果放多了 你就会搅戏了 如果是华众取宠了 宣宾夺主了 那么这个活口就是应该要取地 取地 就应该要把它取地 因为你宣宾夺主了 你只能锦上添花 你只能把它 就是要为这个戏的整个的剧情而服 是 哇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 原来在台下 大家觉得说 小花脸插颗打婚 是是是 其实它是里头有非常严谨的一套规则 对 所以说我也基本上要积累到35岁之后 才有这种信心 底下把它结合得很好 在舞台上 现场 我们叫现挂就可以用 像我的学生前尾 这次来演出的 但是他临场就是不敢用 也需要些磨练跟勇气 因为他就怕 你这个活口讲出去以后 底下没有反应 那么这个就是恰得其反 这个呢就是拿捏的分寸 你要准 当然了不能为活口而活口 你如果为了活口而活口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 你破坏了这个戏了 那我认为就不可取 是 这个真的很需要点本事 这不是本事 我认为这是一个常年的一个积累 生活当中的积累 平时的知识的积累 包括你今天演戏的观众群 比如他们是读书人 还是做生意的 还是就是一般的普通观众 还是今天是大学的学生 那是不同的面 你就要用不同的 换句话讲 叫段子吧 那真的是对一个演员来讲 是极大的考验 因为他不能够把自己学来的一套 就不动的放到舞台上 您是怎么样来锻炼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我的这个几位恩师 其实还有一位老师是传自辈的 周川昌 他已经过世了 他教了我四年半 周川昌老师虽然在他们传自辈当中 在丑行当中 他不是最最好的 最不是处理吧 但是他的嘴理 我们讲嘴理 也就是念词的这个功夫 他是最好的 他就很严格的 让我们用这个语言来塑造 因为语言的塑造 是昆曲丑角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比如我们昆曲的丑角的语言 他也不光是有中桌韵 他更重要的 他是有苏白 不光有苏白 还要有扬州白 如果这个戏的人 这个角色 他是宁波的 这江宁波 你还要说宁波话 那么呢 比如你是特定的 你要是像长生殿里面 那个酒楼当中的酒宝 那就是金城的 那你就要说金白 那么高历史 那就是要有纯正的金白念 那么更多的 你还要讲念韵白 有的时候是把苏白 金白和韵白 掺杂在一起 这是昆曲丑角特有的一种语言方式 叫什么呢 叫语家学 因为中国的这个表演艺术 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 它不是单一的 中国的戏曲 特别是昆曲演员 我认为他不光是一个表演者 他还是个歌唱家 他还要是个舞蹈家 他还要具备这种杂技家的这个能力 那么这些东西 都要建立在他会表演 为这个剧 为这个角色的情绪而服务的基础上 那么你就是一个好的演员 一个好的演员 具备了这一些唱念作表 手演身法部 所谓的施工无法的基础上 你才有可能掌握了这种记忆 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个著名的演员 一个著名的演员 你要有丰厚的文化的学识 和自己的学养 你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个 有得到思想的一个艺术家 我认为这个三步是缺一不可的 没错 真的是这样子 刚才其实我们私下在聊天的时候 张老师有特别提到 台上描写刻画的 虽然就是小人物 但是其实背后要做的这个功课 是非常的多 虽然他在台上是不起眼的 可能书读的不多 可是你在台下 你可能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 才有办法去塑造这些人物 对 因为这个 我认为为什么昆曲的丑 跟其他的 具种的行当的丑不一样 因为他这个丑不是以丑为丑 以丑为唯一的目的 他是要用美的方式来呈现 丑的不同的审美 那么刚才你说到了 昆曲的丑角跟其他的 具种的行当的丑角不同的 就是他的技术性 他的技术性应该讲也是特别多 你要把它练到更精致 比如不光是嘴里的念和唱 你还有各种脚底下的 比如你能不能站得起来 你能不能蹲得下去 蹲得下去就是矮子工 这一门矮子工 你就要画个十几年的功夫 你能不能像练到我的恩师 张继杰老师这样的功夫 可以靠矮子工 靠塑造五大郎 多步天下 那我认为这是一种 非凡的功夫 它不光是要靠一种 不断的努力的艰辛的坚持 更重要的是 师承记忆和个人的努力 是缺一不可的 包括自己的这种天赋 那么还有我们的佛珠宫 我们的这个聂海记 双孝山当中的一口开双花 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昆举丑角 才有的 必备的功夫 而且因为每个人的 生活的那个社会时段不一样 包括你自己 有没有碰到好的老师 你个人的造化 机遇等等的因素 我认为每一代的 昆举的丑角的艺术家 他们所呈现的这种 丑角的记忆的高度 也是不一样的 是 就像李鸿亮院长所提到的 有这么多 这个什么矮子功夫 佛珠宫 一口开双花 我想大家听到以后 一定都很想知道说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功夫 过我们要先卖个关子 这个待会在我们时间 下半段的时候 要好好的请李院长 为我们一出戏一出戏 好好的聊聊 但是我们大家每次看到 在这个昆举舞台上 丑角 最有趣的就是 刚才老师所讲到 他嘴上面的功夫 对 等于说你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有学习 这些不同的 比如说苏州话 扬州话 中国话 对 因为他的语言的不同 他就有相应成趣 比如我们刚才更多的 谈到的这个苏白 苏白它要玲珑 它要脆 它要很利落 比如我可以 老师您 像我们 西相机当中的法冲 他就可以 这就是苏白 这是什么意思 对 其实我相信 如果是台北的观众 懂苏州话的 就知道这个几句话 他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 作为我一个出家人 应该 应该要 就是抗拒那个 婚啊 就不可以 吃肉 不可以喝酒 很有意思的 那么呢 像这个是苏白 如果是刚才还谈到的这种 扬州白 扬州 那他的 在语言的这个趣味上 他就已经不一样了 像我 2009年拿梅花奖的 红利记的醉造 里面的陆凤轩 他就是用扬州白的 观化扬州白 韵白加在一起的 比如他前面的 喝得慎盛响 更顾冷冷冷冷 这下费病 那雍秋仙正堂 四边上 一沟 地地 轻轻地 坐地 落逢 血地 笔 死 你看 这就是扬州白 这个感觉起来 他的尾音 好像就比较 似乎多一点 你要说 他是 纯粹的 那个扬州话 又不是 他又是 扬州的韵白 但是他又是 很地道的 比如像长生殿 长生殿里面的高历史 那你就要说 纯正的金白 对 他的金句做官的 因为他的金白 跟那个金句 丑角的 又不同 像我们高历史的 当大乙当 雨楼天板 起声歌 风颂共兵 笑与和 一月电迎开 文业漏 水晶莲卷 锦秋河 咋叫高历史 你看 他这个金白的带韵 气口就特别纯正 是 那 昆曲的丑角当中 有时候会把 几种语言 叫掺杂在一起 我们叫语家学 也很有意思 这也是一种特点 比如你这个戏当中 如果这个人 是要说 香山话 那么 香山 大家知道 这个香山 是我们 苏州地区 很小的一个地方 有很多 昆曲的丑角当中的 一些老丑 戴白胡子的 很可爱的 都是用香山话来体现 那么这就是 香山话 他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 哎呀 夫人啊 就是这个 我姥姥 这个酒是吃不下了 就是这种语言 它就特别有趣 对 而且好像还把 他的年龄 他的小人物的特质 对 都利用语言跟声调 来表达出来了 而且 昆曲的丑角 他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 不看你眼 就是你的声音 念 已经可以把声音 你这个角色的年龄 把它勾了出来 比如像我们 娇宵记写状当中的 甲祖文 它是一个白发苍苍 行将旧末的 七八十岁的一个 有文化的一个 叫恶颂寺 专门是给人家写 写状子 那个是一个恶颂寺 这个心底 为了他只要自己赚钱 可以去诬陷人家 他是这样 坏人 他的这个声音 嘴里面是念的是 奥弥陀佛 吃灾念佛 但是干的都是坏事 比如他出来 那梦 那梦 欧 欧 产 都 我 心 为 王 金 喝 个声音啊 把嘴来哄 那我 叫 吃饭 你看 听起来心机很重的样子 你不看他 你就听他的声音 就是知道已经是很有分量 是是 当然老师还要提到说 丑里头要演女生 对金句当中叫彩蛋 其实我们昆曲当中 有的人就把这个说 这是丑蛋 其实丑蛋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词的 但是我们昆曲当中 都有丑 来把它 就是涵盖在里面 昆曲的丑当中有很多的 不同的就是说 我们叫 知出来的这些 更规范的 比如像武大郎 就叫矮字丑 像那种酒宝 他穿的是茶衣腰包 我们就叫 短条白裙丑 那么这个张文元 我们就叫 习字丑 像曹操 那个不批这样的人 他是做官的 也是很有成就的这样的人 但是是个怀蛋 那我们就叫 叫袍带丑 袍带丑 那么专门 我们有一录戏 就是演 不好看的女生 而且要是不好看的女生 对不好看的女生 金句就叫彩蛋 比如像我们风筝物里面的 张爱娟 张爱娟 那就是彩蛋 比如风筝物里面的这个乳娘 他也是彩蛋 比如金采集当中的绣房当中的姑妈 都是由我们丑来完成的 这些戏也特别的有趣 我们当时我学的这个 就像这个绣房 我是跟这个姚川湘老师 已经过世了船字辈的 他教我们的 他当时因为我一个小男生 去学的腰也要动 腰要牛 臀部也要动 然后肩膀和肘要前后 腰和胯部你要左右 哎呀 就感觉我一个单身 学这个东西怎么回事 但是现在我就知道了 哎呀 老先生 特别是这种困曲的表演艺术 都是口传心受 一脉相承 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这些不是个人发明的 而是几代 或者是十几代的 每一代的艺术家 他们的聪明才智 自己的积累 慢慢积累下来的 所以昆区为什么 闹到了这个折子系 它就特别成为一种经典 那么我相信 这就是一个大狼逃杀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把好的 最精致的 慢慢的浓缩 也就保留下来了 沫我冰秋 你 闻不休身道德 你 哦 哦 哦 狂忙行 不了路情去 不如在路里 吟吟吟 吟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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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冠衣夫人 看她手包抹柴 听她哭哭啼啼 唱诗短谈 短谈唱诗七 好意思不小赞两堂诗七 哎呀 天日 我想这个夫人借了我 必定有许多唠唠叨叨叨叨叨叨讲过不了 哎呀 这边怎么去呢 啊 哦 哦吼有了 啊 哦吼 哦吼有了 我且真关切请做不绝 真关切请你做不绝 欢迎继续回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宇 欢迎继续回到不只是昆曲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江苏省昆剧院的李洪良李老师 是 大家好 嘉宇好 那刚才院长跟我们聊到 在这个昆丑的世界里头 其实有几出戏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看这个丑到底功夫到不到家 就要看他这几个绝活 好像有一个是矮子公 还有一个是佛珠 佛珠公 还有一个是一口开双花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戏 然后他又是怎么样厉害的功夫 其实中国戏的表演更多的 它是有技艺 技艺 技术的艺术呈现 那么特别是中国的戏曲 它都是有很多是内在的感情情绪 需要外化 把它体现出来 我的情绪你不能说我很愁 我很快乐 快乐怎么体现啊 对 怎么表达 那么这就是我们特有的表演的方法和手段 比如这个佛珠公 佛珠公其实就是我们的昆丑的丑角 涅海记双下山 因为大家有一句话都知道 男怕夜奔女怕思凡 是 其实女思凡就是女的单下山 接着下面就是男的单下山 然后两个人双双逃下去 又叫双下山 所以就是小尼姑逃了 然后同时小和尚也逃了 逃到最后呢 两个人又碰碰在一起了 就是双下 一起逃下去 就叫双下山 双下山 对 那么呢 当小和尚一个人逃下去 他决定要偷偷的趁师父师兄不在的时候 要逃下去的时候 当他逃下去的时候 这个过程逃出去了 他的这种喜悦的心情 很兴奋 但是又有一些惶恐 又很紧张的这种心情 他怎么体现呢 你不能说光说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是用技术 和尚嘛 就是有佛珠 就是用这一串佛珠 在井子里面各种不同的转 你可以把它抛起来 再用你的头接住 然后呢 更厉害的 如果你的老师教的很扎实 因为这些记忆是随着你自己的修为 你可以去不断的探索 你可以甚至是可以用 从头顶上到井子上 然后再到脚上 在脚脖子上转了以后 你还可以转弯 然后再可以把这串转的佛珠把它贴起来 再用头接住 然后再可以在脖子上转的时候 可以高强度的翻身翻身翻身 大腿翻身 接一串的叫串翻身 这都是很厉害的 这就是佛珠公 所以是大家有一套一样的功夫 还是说要看每个人 对 因为演到双下山 每个人最后会逃下山去 就会耍佛珠 但是耍的程度 你的功夫 各不仅相同 也就是你的修为 修为不同了 你的时程都有关系 那么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矮子公 矮子公基本上都是 不光是单单的一个五大郎 比如我们的安禄山 体现了 安禄山也是矮子公 对 因为他也是一个很矮的人 那么 可是他应该没有五大郎这么矮吧 对对对 我们印象中五大郎是最矮的 因为更出名的还是 那个我们叫五十回 因为五松戏一共有十回 我们叫五十回 五十回当中最著名的这个五大郎 五大郎就是必须要靠矮子公来呈现 比如五大郎他生活当中他是个侏儒 是 那我不能说我的表演者演员 我也是侏儒啊 对像老师这样一百七十几公分 我现在一米七四 你让我演一个那个 那个一米以下的那怎么办 那必须人要蹲着 这跟我生活当中的 这正常身高是不成比例的 那么无形当中就成就了这个矮子公 对所以你从头到尾在舞台上 你不能站起来 对啊 你必须要蹲着 对啊 如果这出戏 比如是游街 这出戏是二十二分钟 那你必须在舞台上二十二分钟 这个不是说你只蹲着不起来 当中 因为大家知道 游街这出戏很有趣 因为五松自从在景阳港 打死老虎以后 那么县太爷要赏他 让他要佩戴红化 然后游街三人 把这个死老虎 扛在身上 扛着大家一起要看他 这个时候 这个武大郎一听说 跟这个运哥有一段戏 这段戏很有趣 就是说啊 最后就打听到这个大虎英雄 哎呀大虎英雄是谁啊 他最后知道了 说你不知道啊 这个大虎的英雄就是我的兄弟 五二郎五松啊 然后这个运哥就笑他了 你不要瞎说八道了 你怎么和五大郎 这么矮 千人伤不能斗 这么高 这么威武的人 你这么矮这么胖 像个这个这个 一个酒桶一样 这样怎么可能呢 他就很气 他说你别搞错啊 这个武松 这个打老虎的本事 都是我教的 这个不相信啊 怎么不相信 那不相信 不相信 我要让你相信 我就给你打给你看看 所以五大郎自己 对 斩了一番功夫 展示了他的拳脚功夫 其实呢 这个就是趣味 他不是真的有功夫 但是这种不是真的功夫 也是要靠你的矮子弓来体现 要打一套 我们叫一套矮子拳 矮子拳 对 矮子拳其实就是 比如降龙 富虎 我们的这些 其实就把它小化 就是用 这个人家都是打拳 都是站着的 你看鲁智森也打拳 武松也打拳 他们都有这个 罗汉拳 罗汉拳 对 但是我们就把它缩小板 所以你没有蹲着打这套拳 完全要蹲着 就要缩手缩脚 缩手 对 完全是在蹲着的 但是你的记忆不能露出破绽 你是蹲着的 因为通过的你的矮肚子 我们会做一个假的矮肚子 然后专门做 裙子把它遮住 这个时候你不能露出来 你是蹲着的 只有你演出完了以后 最后谢幕 这是我们的权利 你可以一转身 站起来 谢幕的时候可以站起来 对 这是一个讨掌声的一个 因为差距太大了 是 人家刚才看到的你 原来一看你这么高 所以很厉害 可是这矮子宫应该很难练吧 因为你要缩手缩脚 还要能打拳 而且还要能打得很可爱 很好笑 应该讲充满着艰辛 这个里面不光要有师承 还要有自己的这种坚持努力的信心 因为这个确实是很苦的一门记忆 我相信金昆两道的仇 都会练矮子宫 但是真正靠矮子宫吃饭的 靠矮子宫出名的 我认为没有几个 为什么因为太苦了 老师您年轻时候也练过吗 练的太多了 我相信 我在这个矮子宫上 花费的心血 时间 包括努力 包括汗水也是很多的 我的90年 1990年 我们江苏省的第二届青年演员 大奖赛 我就是靠这个戏拿的奖 因为我的师傅张继迭老师 他是靠这个戏成名的 嗯 其实矮子宫 那些矮飞叫啊 矮虎跳啊 这些都是因人而异 更重要的是 不是快 第一步 就像你跑圆场 要跑的特别快 要没有声音 要跟你像正常人一样 跑的像一阵风 像水上飘 朝上飞都可以 但是 他是蹲着走 蹲着跑 完全要蹲着跑的 但是更重要的第二步 不是练快 而是练慢 哇 这个更难 比如你的控制力 比如我们有 武生有 骗这个月亮门 嗯 我们 埃子宫同样也有 那 那么这个 很难练的 总为骗月亮门 就是脚要整个拿起来 脚 就是要 缩着腿 要高过你的眉毛 然后 骗过去 再收腿 你蹲着 你怎么去 练这个脚 很难 所以说 这种 昆曲的丑脚的 这种记忆 我认为 是一个垂炼的过程 这种垂炼的过程 虽然苦 但是我感觉 恰恰是 成就了我现在 这种 知难而上的 这种 一种个性 是 因为确确实实 很苦 你要说这个 矮子宫不苦 我认为这个人 是肯定没有 练过矮子宫 没有好好练 因为练到抽筋 是不稀奇的 这种 腿部的最后 酸麻的筋卵 你是不受你控制的 比如你一出 游街 你是22分钟 你要练到最后很厉害 一套矮子全打完 你如果还能像正常的 拔一个矮子踢 那在已经腿部 基本上没有 没有知觉 没有知觉的情况下 你还可以这样呈现 那没有非凡的 这种锤炼 基本上打不到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 两个很特殊的一个 佛珠公 一个是矮子宫 包括是一口开双花 对 还有一个一口开双花 这个也很特别 对 其实这是一个 刚才前面说到了 我们中国的戏 都是内在的情绪外化 这个就是 涅海记双下山当中 一个特定的一个动作 所以那个是 小和尚下山了 对 他已经甩完佛珠了 对 甩完佛珠 他已经见到了 他的那个 也是逃下山了的小尼姑 两人 对 而且两个人都说好了 我们双双 就逃出去 我们做夫妻吧 然后都同意了 然后要逃下山的时候 我们碰到了 一个要过一条小溪 那怎么办呢 那么小和尚说 没事我来背你过河 那他就把自己的朝方 我们穿的那双鞋 鞋叫朝方 脱下来 就是小和尚是光着脚 背上背着小尼姑 那么这一双鞋怎么办呢 那有办法 就把它咬在嘴里 那么呢 这个一个小尼姑 小和尚也很有情趣 嗯 当背着小尼姑 到了这个小和的当中的时候呢 小尼姑就跟他开玩笑 哎 你看 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这么恐怖吗 对 这是台词 有人来了 那这个小和尚 其实是小尼姑 跟小和尚开玩笑的 是 那么小和尚就感觉这是个很惊叉 他就感觉这是一个大捏不到的事情 给人家看到了 那还了得 就是这个一刹那的惊叉的表情 内在的情绪 就靠这个一双靴 哦 来体现出来 噢靴子怎么样表达 对啊 他的内心的惊讶 他从嘴巴上用现在通俗的话讲 叫飞出去 其实我们叫甩出去 甩出去就是为了 后面还有戏啊 你把靴子摔出去了 就要把它捡回来 是 捡回来还要穿上去 那么怎么捡 这就是戏 本来这个戏过了河就没有戏了 就没有情趣了 那么中国的戏 就是跟西方的戏不同 我们是以情趣见长 这些情趣是以一个一个小的包袱 我们的 这都是人来设计的 我们人为的设计的 有情绪的 有情趣的 这么一个 款节 那么 就是靠这个甩靴子 这种靴子 分三种 一种是一次 把两个靴子都摔到这个暗的 右边 就是他听到有人来了很惊讶 就把两个靴子摔出去了 一空缝就是两个同时甩到这个暗的 右边 人是在河的当中 第二层次是一边摔一个 第一个摔到左边 第二个摔到右的 暗边 这是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才是绝迹 叫一口开双花 就是一二三 走 同时 在一刹那 分 在当中分 一边一个 一左一右 靴子 可是他是一次甩出去 而且没有用手 没有用手 就用嘴巴 用牙齿 对 这就是一口开双花 其实是 失传了很长时间 这个绝技是失传的 失传了 应该起码有 两到三代 其实这是我的老师 就是王思雅老师 他当时就是跟我说 说洪梁 我们困局的丑角当中 你还去双下山 是有这么一个绝技的 你的功夫很好 你应该自己的多练练 我也花了 真是花了 花了几年功夫 慢慢的就把这个 那个绝技给恢复了 可是这个绝技已经失传了 所以您在练的时候 有人告诉您 怎么样把它练出来吗 对 老师就告诉我 必须是一空份 必须是同一个方向出去 但是要落在两边 这就是一个口传心受的 他只告诉你这一句话 对 然后他就靠您自己练 教了我两个东西 我一个完成了 一口开双花完成了 还有一个我练的 一直到我毕业 我都没有练出来 现在就练不出来 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看了电影这个十五贯 以前不叫十五贯 以前叫传奇本 叫双雄梦 双雄梦 双雄梦当中 有一车戏 也是的 叫房储厕制 这出戏还是有 就是这个清官邝中 要去拿问杀人犯 这个楼阿储 就是我们仇教演的 楼阿储 对 然后呢 他扮成一个厕制的算命先生 来旁敲厕器来试探他 那么这个时候呢 楼阿储手里面拿了一个 球签的签筒 他也拿不住 心里面很害怕 想问问这个神 能不能得到神的指示 我到底是继胸祸福 这个时候 手里面拿着这个 球签的签筒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框中有一句台词 说到 你偷的那家人的东西 那家人的名字 是不是姓油 油 那个油二姐的油 油二姐的油 那么呢 和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的 这个最最聪明的地方 这个油 老鼠是喜欢喝油的 对 老鼠 那么对不对 那个油和那个油 文字不同 但是音是同的 这个车子先生 当时扮成这个主角 这个框中 扮成车子先生 用这种话来套他 当这个卢阿储 听到你车子先生 连这个姓 我偷的那家人家的姓 油的名字 都说出来了 他特别的害怕 害怕的同时是怎么呢 就是把这个签筒 往天上摔 摔的时候 他是坐在这个长板凳上 一个盗毛 翻一个跟斗 从这个凳子底下穿出去 穿出去的过程当中 那个签筒 正好在天空当中掉下来 要把它 接住 哇 这太难了吧 这个决计 我没有完成 但是传说中是有 这样的决计 我练了很长时间 练了 也有次把次 成功 但是 在舞台上 穿了服装 我认为是 这绝对不是神话 我下的功夫还不够 就是说 因为最后我的大金也断掉了 后来我就 没有办法再继续练下去 所以说 我们沈坤现在有第五代的学生 我正在寻觅 我的今后的学生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材料 如果有这样的材料 我一定要引导他去完成 我们几代人都没有完成的 已经四川的 像这样的决计 这个梦想 哇 真的 我们听到这边 真是觉得 又好想看到这样子的 一个舞台上面的呈现 但是心中又真的是 非常的佩服 你看成为一个丑觉 你在台下真的要花多少的功夫 然后让我们看到在台上 非常灿烂 非常厉害的这一刹那 听说您那个一口开双花 曾经练的时候就咬阔了17双靴子 因为当时你没有办法掌握住 它的尺寸 因为现在我的学生 我教会我的学生 现在可以大言不惨的说一下 除了我自己会一口开双花 现在其他会这个绝技的 肯定是我的学生 因为如果我没有教 我估计他们都晚不成 因为这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比如这个靴 怎么咬 要翻边 翻边之后 咬口 然后呢 那个出去的时候 因为上下的牙齿 你是不可以控制的 但是嘴唇 上下的嘴唇 是可以控制的 控制出去的角度在哪里 如果 因为这就是我慢慢的 摸索出来的 摸索出来的一个规律 如果我跟我的学生一说 他马上可以掌握 如果他不说 我认为他刻苦的苦练 只要不简单的他也会 他也开不出花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时间 对 没有个几年 你是下不出来了 那么我当时 咬坏的那个几双靴子 就是 就是一个时间吧 对对对 好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知道老师 您现在除了您必须在舞台上面 有非常多分量的一个演出之外 您还必须负责这个行政职 然后尤其是江苏选困居院院长的这个职位 对 我认为这个一点都不矛盾的 因为我是长年累月 现在我基本上每年还是要演120场左右的戏 每年还有这么多场戏 对 前几年还更多 那么这样呢 我是有益的 因为这样子 我才不会把我的老师们辛辛苦苦花了这么多的心血交给我 我也花了很多的努力成就的这个舞台的这些戏 是 不要把它荒废 对 那么我认为只有不断的演出 我才有更好的这些经验去完成院长的那个角色 我相信 为什么我们江苏省困居院的青年演员成长的都这么的好 因为我不希望我吃的苦 那些漫长的过程在他们身上重现 我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我不能做违反舞台上艺术规律的事情 这样的话 我相信他们会用更简短的时间茁壮的成长 走的路更高更宽更远 那么我相信 如果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困居丑角的经历的话 我相信要担当好院长的这个角色 我认为是很多方面会有缺失 我相信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的节奏 工作的节奏和舞台上演戏的节奏 让我每天生活的很饱满 很充实 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们也希望在您的努力下面 在包括我们这个台湾许许多的昏迷 大家一起的努力下面 相信昏曲一定能够开出更好的花 有更好的结果 我想家喻 借助我们这个爱乐的今天的这个电台 我想还要感谢一下 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台北的一些专家 我特别敬目的 比如刚才我提到的曾永宇先生 曾老师 我们的洪一柱教授 包括我们的贾心音源小姐 那个范美龙小姐等等 那么包括现在的陈启迪先生 造就了我们沈坤的年轻的 施夏明 善文这一代 那么我相信作为我们昏曲人 包括我 包括我们的团队 都有心的感恩他们 是 大家一起努力 让这个昏曲这么美的艺术 能够继续的活在舞台上面 非常非常谢谢李洪梁老师 谢谢家喻 谢谢大家 也祝福你们接下来 江苏沈坤剧院有非常辉煌的成绩 谢谢 谢谢 我们一定加倍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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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不动人游 看他一月 君与脸 这翠起饮饭 我一心飞 你叫我饮饱头去 哎呀神魂又飞 看他喊笑脸 美天相安妮 是巨泪的 哎呀妙 好似阴山里里 头许起你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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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